这位阿公带着斗笠刚做完农事 先扛起锄头再弯腰提起水桶走出菜田 这块土地的位置在台中七旗黄金建地上 寸土寸金他拿来种菜 这就很正的啦 英材啦很自由啦小黄瓜啦 跟您想象中的土豪地主很不同 没把黄金地租给停车场收租 或作为其他盈利用途 反而拿来种菜自己吃消磨时间 地主阿公今年八十岁开计程车行起家 现在的代步车是一台二十几年 但保养得意的黑头车 他说这块土地祖传下来 从农地冲化到建地 价格飞涨至今一瓶已经标破七位数 其实很多人冲化本来农地变建地 马上就变成一叶四呼啦 家族一共十亿人共同持有 总面积九百四十平 一平开价一百万 要卖九亿元少一万元都不卖 所以特地立了超狂看板 标新利益果眼球 看起来超级转 原来是这个原因 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些客户 引起建商的注意 菜田之外旁边目前没有特别规划 创意看板下意外发现台中七起黄金地段地主 朴实无华打破既定印象 三立新闻中展示刘汉伟 李建盈台中报道